李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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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一直是在海外的知识界 不是民运啊 他民运也参加 但是他在知识界和中国大陆互动的交接部 特别是最近一些年呢 他在担任自由亚洲特约评论员 主办一些刊物 他不仅有机会和大陆的情况进行互动 他每周要对他做评论 而且他还和美国关注大陆进步的各种力量 有一个密集互动的机会 因为他最近几年都住在华盛顿 好 下面我们欢迎程辉德先生 谢谢 今早过奖 我是做的事情比较不算太多 但是想做一些事情 不过回过头来 今天这个Panel谈中国的转型 我觉得这个问题非常危险 谈这个事情 因为大家知道 过去所谓的克林武功专家 研究苏东的问题 苏联的问题 东欧的问题 没有一个预测到了 苏联和东欧到九十年代 九十年代 八十年代过的崩溃 滅亡地国的绝集 所以预测未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活儿 所以说 我想 我们如果是 我觉得 原来有教授比较聪明 他列了好几个方案 然后说 我不知道 这会怎么样 所以我更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我不知道 对不对 所以说 我不过来就是说 我是想谈谈的是 就是说中国 因为昨天有非常多的悲观的论调报后 我自己实际上也有相当强的 有些情绪 但是事实上中国会不会变 怎么变 还是有一个大体上的我自己的理解的 所以说我觉得中国是不可能不变的 不管是有些人说中国共产党现在如何如何聪明 他如何如何把我们甚至都没料到的事情都料到了 然后再补漏洞 对 他现在就像个高的堤坝一样 遇见了一个漏洞 他就补一个漏洞 波兰出现过团结工会 他就补 并不能成立中国 不能成立任何独立的问题 哈威尔搞了个知识分子的群体 他就说中国资本者不能搞什么什么的 总之 他把可以料想到的事情 曾经发生过的经验教训 他都做了一些总结 都补了 是有这种情况 但是这个东西是防护胜防的 而且将来出现的事情像中国的事件 每年每年以成倍的数 几何级数式的增长 这个不可能预料的 所以昨天有朋友说到这个问题 就是说中国实际上我们期待的是一个从单中心 如果不说非常具体 从联邦制 从极权主义到威权主义到联邦制 到民主主义到联邦制等等 我们但是可以说一个比较模糊的概括的说法 不一定用非常严格的政治学术 从单中心过渡到多中心的话 实际上中国现在已经开始存在各种不同的 中心的政治竞争 或者是各种方式的政治竞争 例如一种是所谓的地域式的多中心的竞争 最主要的当然是整个的世界的环境 例如中国在2010年发生的这个所谓外交滑铁 去年大家知道 中国觉得自己好像非常聪明地处理外交关系 突然在2011年突然发现自己的外交大失败 在北韩的问题上 北韩和南韩和美国的军演 南海的问题上 还包括延伸到今年 所以说首先是整个的地域世界格局中的机会 这个我们下面讲 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李教授讲到的 台湾 香港 中国大陆 这几块不同的政治区域 完全不同的政治模式之间的互相的竞争 互相的渗透 互相的比较 这个从比较长一个时段的看 一定会影响到中国大陆 另外现在中国也出现了 所谓的内部的公开的政治竞争 我们先说地域的就是所谓的重庆模式 广东模式 再加上其他的 比如各个族裔的 新疆的 西藏的 内蒙古的等等 各种不同的区域 各同的政治要求 在发生各种竞争 所以这样一种多中心化 当然不用说政治派别 现在政治派别的公开化一定是 非常的明显 这个是在我们最近的几年 最近去年 包括更早一点的 没有看见过这样公开的 中国的最高层的政治领导人物 自说自话 自选动作越来越多 而且明显的把自己的政治派别的符号 已经画上了 大家 因为昨天有些朋友说 共产党是不会放权的 他又会想一切办法是保持这层 对 这个问题当然是对 但是我现在要问的是 谁是共产党 共产党只是一个词对不对 共产党它还是有里面的一些人 包括最高层的 它也是有最高层的一些头子组成的 每个最高层的头子 他们相互之间也有不同的个人的意义 个人的政治利益 经济利益 包括其他的方面的意义 民生上的意义上的民生比等等 所以共产党它不是一个铁板式的 整合性的像一个人一样的集合名词 而是一个可以分析的 否则我们就不能解释哥尔巴乔夫现象 不能解释赵紫阳现象 不能解释胡耀邦现象 也不能解释现在的文家宝现象 和国西兰现象 所以说他在内部的 包括各种竞争 力量竞争的压力下 各种厉害的驱迫下 他一定要亮出自己不同的旗帜来 因为他有不同的意义 包括例如胡鼎涛 他现在想什么事你都不做 我只要维持到我下台 但是这个东西在习近平 他们看来就是非常危险的 也就是在他们昨天说到的 就是那个几股 一个几股定式炸弹的传递游戏 你不知道传到谁 什么人就定式炸弹爆了 这个事情所以他们要想预防这一点 所以说这一点的话 使得他中国共产党内部 成了一个尤其是目前 他因为没有最高的政治强人 做政治代表了 所以他就成了一个怎么说 没有一个人真正的 为中国的前途负责的一个制度 没有一个人负责 包括胡鼎涛 他不愿意为中国的未来负责 他甚至不愿意为中国共产党的未来负责 所以这样一个状况 他一定会发生某种各寻各路 各说各话 各自寻求自己的政治利益 这样一个情况 所以现在中国共产党上层也好 各方面也好 包括地方政府也好 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一种疑心的 而且表现出自己各自的政治利益 而只要打出了这个政治利益 不重要 他说了这样的话 他就表示了他的他的政治符号 他的政治色彩 那么他在未来的政治竞争 包括现在的政治竞争中间 他就一定要寻找他的支持力量 就是说他一定会觉得 有人和他的这个 包括他支持他这个方向的政治力量 或者支持他的政治地位的政治力量 他一定要和母亲力量联盟 联盟甚至会联系联盟到社会上来 知识界当然是党内的联盟 然后其他的派别力量也是 当然有人说他们共产党 追选他们之间有威斗 有人说他们 但是他们有非常强的一个故事 就是说我们大家都在一条共同一条船上 我们大家如果随 违反党的纪录律 那么整个船就得反思 都会这么说 但是每个人都会自己打自己的算盘 就是说你翻了 哪个人的利益受损大 哪个人的利益受损小 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所以我不认为说共产党 绝对是铁板一块 包括中国共产党 现在他有非常多的统治经验 他做了非常多的努力 但是我觉得往下的走动 还是会看到一些非常 我们不可预测的政治联盟 政治重新组合 而且出乎意料的政治 就是重新组合的出现 所以当然 正如李完勇教授讲的 我们恐怕是不知道 这个是好是坏 就是有一段时间 但是总的趋向 如果是在整个的国际大环境下 特别是刚才李教授介绍了 我过去写过篇论文的 就是包括 有台湾 有香港 有这样一个示范的模式在的话 有非常重要的一个示范意义 特别是台湾 台湾非常重要 香港当然影响更大 对于绝境大陆 但是香港现在受到很多限制 台湾主要是在于 我觉得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 我们都知道 辛亥革命一百年前保禄运动 是从铁路开始的 某种意义上 今年到了一百年的时候 突然中国又发生一个重大的铁路事件 这某种意义上 是不是有这种秘密的观念 我不知道 但是我这是说回头来 辛亥革命 很多人现在就重新回到当年的讨论 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要采取改良 还是采取革命 好像完全回到从零开始 又从辛亥革命当年的 就是满清过年的开始 但是我说非常重要的一个不同点 是存在的 就是说中华民国 辛亥革命的一个政治成果 中华民国存在了 虽然中华民国经过了1949年 首先经过1937年的日本录清 后来经过1949年 有非常大的重大的危机 但是经过了这么多危机 经过这么多发展 毕竟它现在还存在 而且它成了中国现代政治上的一个 最重要的政治遗产和法统 而且台湾的经验 台湾的整个的发展模式 对中国的大陆 在现在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接触 越来越多的情况下 会有更大的影响 所以这个法统存在 是有没有在中国政治上 我觉得这个法统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西方人对法统这个词 可能西方人可能都没有中国人 这么重视一个 因为中国过去的政统的观念 后来的法统的观念 这个法统的观念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 现在中华民国的法统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统 实际上都是同时存在的 虽然台湾是非常小一块地方 边处一语 而且台湾也有很大的政治利益 会愿意和中国大陆 进行更多的政治上的经 和社会上的更多的纠葛 但是这个东西 我们到了一定的发展阶段以后 没有办法 数据尽而封布之 它一定会对中国大陆的发展 产生某种作用 而且中国大陆内部 也一定会伸出各种力量 来和这个法统接轨 所以在未来的政治竞争中 台湾的政治法统 是中国演变的一个稳定性的力量 所以这一点 我觉得加上台湾的因素 加上香港的因素 可能大崩溃的前景 虽然有 但是这些各种各样的 国际性的力量 和台湾香港的力量 我觉得是对将来的 大崩溃之后的重建 或者是说大混乱之间的重组社会 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建设性的力量 我先用这个 好 当然 陈辉德教授又提出了几个思路 实际上是回到安迪说的第一种模式 就是高层变化中 他说虽然现在高层没有变化 但高层放出来的信息 他们不是铁板一块 而且政治上的不同的派别 正在给自己 公开的给自己贴标签 那么这是一个 然后同时又说到 可能有些公共的灾难性的事故 会成为启动点 然后他说 一旦高层斗争起来之后 他说 加上在公共事务启动之后 那么不会崩溃 就不会走到 第四种模式的崩溃模式 是因为有台湾 中华民国和香港 那么还加上一些国际因素 他是提出这样的 但是他中间 我就有一个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 他说不要把政治上的 这个共产党看到一个 single player single rational player 因为这个呢 我想你 Graham Allison呢 对这个决策理论的 一个最大的贡献在于 他区分了三种决策 决策者模型 一个single rational player 就是单一理性人模型 还有一个就是官僚模型 这个也是理性 但是对于